老王刚刚看到的是拜登的国会就职演说 其中推析的相关就业政策的片段 而且他说呢 美国在电动车电池的领域绝对寸步不让 对这个我们看到拜登的演说 一直在强调这个所谓中产阶级嘛 我们现在很明显可以看到他矛头就所向富人 然后但至于这些中产阶级 甚至一些比较贫困的这个民众呢 他反而是给出了很多这个橄榄枝 那你可以看他 他最近刚推出了一个1.8兆元的这个家庭计划 其中有一兆部分 要用来这个未来的 未来十年要来做支出 要让这个家庭 让这些教育这相关 可以能有过积极的建设 那另外一部分 他去免税的部分 过去他常告诉他就大家就说 他要把遗产税 还有这个人免税额比如调降 可是你可以发现他 他遗产税没有动 然后个人的免税额也没有动 所以就说拜登的确对于中产阶级 展现出他的照顾 那我们看到他的演说 也要强调所谓产业面 什么叫产业 他说未来我就要发展绿能 而且绿能里面最重要的 就是我的电动车 而且他告诉大家 美国的基础是非常好的 刚才大家看到 他说没有道理 我们的叶片没有办法 在美国这个P-X-堡生产 不可能 他认为我们的涡轮机 还有我们电池之前讲到 包括电动车 美国都可以做得很好 其实就是在告诉这些中产阶级 我们说蓝领阶级 你相信我拜登就对了 这跟之前川普这个口号是蛮像的 就是重返美国的荣耀时刻 让美国制造业再度伟大 那我们另外来谈一下 昨天FED有个重要的决策 他谈到什么 其实昨天美股原本是上涨 后来会出来一度几点 一百多点 这个主要原因是因为 这个包尔谈到说 的确现在资本市场 有一点小泡沫的迹象 那这个泡沫大家仔细看 他其实是在讲那些加密货币 因为人家问他说 狗狗币那些 他说狗狗币这些 的确是资本泡沫 那他说我不能否决你 我不能直接没有说 我们的货币政策 有没有影响 就是我常讲的 因为美元他不断的放水 美元值数往下 那些热钱就跑去 跑去这些资程市场 他说我不能否定这些事情 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但是我要告诉你 这个市场上的经济的繁荣 比如说这个疫情逐渐解封 才是推升这些 经济开始繁荣 出现泡沫的问题 他简单讲又说 我的政策没有问题 有问题的都是经济太好 未来要解封 所以大家可以观察 整个联组会的逻辑 他还是在锁定一件事情 短期内还是没有升息 他容许短暂2%温和的通膨 直到超过一段时间 超过一段他忍耐的限度 那至于什么忍耐的限度 他没有明讲 那另外看一下财报 财报呢 这个我们主要看 NASDAQ的部分 今天这个盘都是大涨 像苹果 苹果就公布他的财道 尤其在iPhone的销售里面 大幅的成长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股价已经上来了 各位还记得 我们上个礼拜帮他统计 这一波FANG相关的个股 其实都是有先上涨上来的 主要都是在反映 这个财报之后的利多 另外看一下Google Google就大家 一直最担心的说 你的广告收益嘛 因为Google 你要看Google 就要看广告收益 结果他广告收益 是大增的 将近快50% 大概49% 比起Netflix Netflix公布财报是大跌的 因为Netflix的广告收益 只成长了24% 那Google 他是这一波FANG 我们上次 过去两个礼拜讲到 这是FANG 带头冲最强的一家公司 只有他里头 各位看 他已经在过去这个波段 已经涨了25% 相较特斯拉 他是成长 他股价上涨是非常多的 另外再来看脸书 脸书告诉大家数据是怎样 因为脸书这种社交软体 注重的是用户数 用户数成长超过 每日的用户数 成长超过8% 这非常多 营收的部分也是大幅成长4% 那些净收入的部分 更是成长将近一倍 94%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FN 这些所谓的社群 或这些网络龙头 交出的财报是非常好 这当然就是来自于疫情嘛 所以过去一年 有很多人说 搞不懂为什么疫情冲击 科技股成长那么多 他其实就在反映 反而疫情冲击 远距的增加 人与人的互动 在网络上的增加 造作了这些网络公司的大厂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手机的部分 手机晶片高通 公布的获利也是非常惊人 你可以看到高通营收的成长 也是52% 刚才提到这些美国高科技股 基本上营收都是用50%左右 来做起跳的 那高通的对手是谁 是我们台湾的联发科 他们都受惠到5G晶片的发展 我们发科公布财报 也是吓死人了 赚了16块 那今天也是一价涨停 所以整个高科技股 目前来看 坚强的基本面 这是他所谓营收 就是他股价能不能居往上 能不能立抗拜登未来要加税 基本面还是回到一个 最重要的问题 所以最近科技股 涨上来的关键是在这里 那我们来谈一下原物料的部分 因为我们知道 最近市场上最热 并不是科技股 是所谓的传产股 那传产股的原动来自于铜矿 国去铜矿在整个全球市场的吩咐来说 你可以发现 智利 还有像这个一些中南美洲国家 墨西哥 它占比是秘乳 这些占比是非常大的 那前一阵子 因为智利这个疫情的冲击 智利的铜矿厂被迫关闭 那造成什么样的现象 造成国际的铜价 本来就会涨了 结果就是因为这个消息 涨得更快 你看到智利过去的铜价的 这是他历廉的产量 是一路在往上 为什么 因为需求的增加 包括这个关节也知道 是所谓电动车的成长 还有这所谓这个绿能科技的影响 都会让铜的产量大幅增加 另外高科技的发展 很多科技的产品 都需要用大量的铜矿 所以看到不管是智利 还是这个秘乳 他们采矿的这个铜量 是不断在成长 所以在这样的未来 还是会持续一个这样的情况 但我提醒大家 挖矿这件事不是很简单的事情 所以它铜的产量 你可以看它是慢慢在增加的 是因为市场的需求 它没办法一次直接暴增 你知道吗 我们来看铜的产量 不管是从秘乳 或者是从智利的 这个曲线的幅度来讲 跟铜的价格是完全不成正比的 对没错 就是以铜的价格来讲 它事实上 这个去年的这一波到现在 涨幅已经快要一倍了 对没错涨很多 但是以智利来讲 它去年的产量 我们算2020好了 到将来可能到2030 它的产量顶多成长不到一成 对一点点 所以它的产量是追不上 它挖矿很难嘛 不是一挖就只有矿嘛 它需要一个时间 那当然我们回到这个 在这个原物料这一波的涨势 我前天有讲 最主要来源还是在于美元的问题 因为这个美国政府大量的放水 你可以看到 我特别把这个图 做个统整给大家看 下面那个蓝线是美元指数 黄金交叉 美元指数的黄金交叉 矿产的黄金交叉 发生在什么时候 就去年三月过号嘛 是不是美国政府 开始宣布无限QE嘛 美元指数开始 做一个大幅度的回落 热钱就跑到了 这些以美元计价的原物料嘛 你看到原物料 就从那个时候 都跟美元指数 开始产生黄金交叉 不管是铁创砂 创造十年新高 铜矿也逼近十年新高 还有我们上次讲到铝啊 等等 全部都在做一个大涨的喷出嘛 都是因为这些 美元的炒出来的热钱 跑到这些原物料市场去做炒作 所以我觉得 有基本面的工序的问题 当然也有很多 是来自乐泉的炒作 这是昨天包的记者会被问到的 那另外我们看一下 我觉得左边是什么 是玻璃啊 玻璃也在涨价 玻璇布 玻璇布是我们很多PCB上游的 这个原料 你可以看到那个成长 连成长是将近一倍啊 所以原物料涨得这么疯狂 情况之下呢 当然造就下游的很多产业 都跟着报价跟着涨嘛 那另外 这个我们说宅经纪引发了 这种货运行 货柜航运的运价 你可以发现货柜航运 过去几年运价 这个财讯杂志 我们帮大家统计 去年2020是涨势最夸张的一年 那当然就是受到疫情的影响 那不止这个货柜航运 我们刚才提到很多原物料上涨 原物料上涨会直接影响到哪 当然是我们波罗地海的 散装航运的指数嘛 因为散装航就在这些原物料 在这些粮食嘛 黄小玉的大涨 包括还有铁矿萨大涨 各位看到 散装航运的运价 BCBDI也在大涨 BCI也在涨 所以整个来说 你的全球就陷入一个通膨嘛 因为从最上游的原料 就在涨价 那原料涨价 你会侵蚀到下游的获利 那下游也没在怕 因为下游也跟着涨价 所以造球的万物皆涨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 其实是一个很大泡沫 只是这个泡沫什么时候破 那我们值得持续来观察